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webapp的这个范例 那我们主要的介绍内容是要针对连结资料库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介绍内容非常多 我们会分几个单元来一一介绍 那今天这个影片的主要介绍内容是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设计 好那我们要写一个app呢又去连server上面的资料库 那要怎么样去做 首先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会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在手机的这个app上面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他要靠什么样的技术连结到网机网路 然后透过网机网路呢递送到server端 那server端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去资料库撈资料之后 并且回传到app 这样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app的这一端呢 我们要用这个web的方式来写 那主要的控制呢是用javascript的这个技巧呢 把它递送到server端 好那在这个影片我们先介绍这个app这一端的画面 那要准备的东西呢 各位在app上面你要有这个钻写的环境 所以要有kotoba的环境 然后呢我们要download jQuery mobile的这个套件库 或者是呢你用cdn的方式连结到这个网路上的这个 这个JQuery mobile的这个套件 那server端呢你的server必须要找一台具有实体IP的主机 而且上面要装有这个可以执行php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他要有这个myscore的资料库 那这个实体主机呢上面要装APA7或者是你 可以运转的这个网页伺服器 具备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制作这个可以连结资料库的这个app 好那我们透过这个kotoba来建立一个app 然后呢建立完之后我们也加入一个平台叫做android 好那加入android的平台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去编辑这个中暗目录底下的www 这个目录底下的index.html档 那这是主要画面设计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就是前往这个 这边有个连结JQuery mobile的download 然后透过cdn的方式加到index.html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做 commander或者是这个我们的cmd 这个微软的cmd 好我们首先呢在这个 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app的这个范例 所以我们比如说建立一个 numcordoba create dbdemo app 假设我们取这个名字 dbdemo app 好那他就去建立了 create一个新的cordoba project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建立的这个dbdemo dbdemo app在这里 那我们就切换到这个目录里面 cddbdemo 好那切换进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有几个目录 其中一个是www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cordoba add platform add android 好那他开始就去这个 网路上的这个资料库呢去下载 android的这个套件 平台套件进来 好那加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platform这个目录底下 好我们看一下 那个platform的目录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切换到platform里面 好来看一下他多了一个android的目录 就代表说他有下载完成 好那到这边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VSCode 然后呢透过这个open folder 那我们去看dbdemo 我们进来之后把它开启 好开启进来就长了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要去修改的是 www底下的这个index 点开 好那我们记得 右下角这边有个dejango的这个html 他预设是这个 那我们把它改成html 因为等一下有一些call 要打的时候比较方便 那像这些介绍呢各位可以留着也可以把它删除 那为了方便介绍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先都把它删除掉 好这样画面看起来整洁一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我们从后面的范例来看 我们希望长个类似像这样的 事实上做出来的样子呢是像这样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到这边 就要进行什么 JQuery Mobile的CDN 好那CDN呢各位可以透过这个 这边有个路径 有个网页 好那这个网页呢 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JQuery Mobile的download 那往下拉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copy and paste 好这个CDN 好所以各位呢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好Ctrl C 复制起来之后 我们放到这个VSCode里面 好我们把它放到VSCode里面 在head的这个区段里面 那我们把它贴上 好 那有了套用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这个Body这边 它的这个APP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那我们说要刚刚的那个画面的话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画面 要怎么样到这个页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参考页面 网址 那这个网址怎么找呢 你可以在投影片上的网址去打 或者呢你用Google 然后你就下 JQuery Mobile Login Page Example 那用这样的关键字去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页面 那这边有很多样式 这是注册的页面 那这边是它的 资料的流程 它是怎么跑的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那各位可以往下拉 它有一些翻例程式 这边是它的页面 好那最往下拉大概中间左右 中间左右呢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页面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那各位可以很快速的 你就直接call它 到这边然后呢Ctrl C C之后呢 那你就到VS Code里面 我们刚刚的编辑这边 然后你把它Ctrl V 写上去 好那基本样子 就都有了 那这边你可以自己去改 你要的字 比如说这是这个 DV Demo APP 好 存档之后如果你是想要先看画面的效果 那你可以开启档案总管 好 然后呢 切换到这个 刚刚的目录 我们有个DV Demo 这个 好那你可以到TripleW里面 然后呢去开启档案 然后用这个Chrome去开 开起来之后是长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按F12 变成这个手机模式 好我们用这个 浏览器来开的时候 发现样子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如我们预期的这样出现 好那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在 这个JQuery Mobile的时候 有套用很多JQuery的这个函式 好那为了要让它可以正常显示呢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专案里面 它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Meta 叫Content Security Policy的部分 它会阻挡一些JQuery的使用 所以在这边 我们为了要看效果 所以我们先把它注解掉 然后存档 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重新整理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出来了 上面这个DV Demo APP好像看起来不是很优 那我们想要让它好开一点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有个Demo Steam的部分 我们把它改成A 改成A 存档 然后再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A 比较好看 那另外一个你也改成B B的话 它这边就会变黑色 所以看你 OK那像这样子呢 基本上它的画面就有了 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呢 先介绍到这边 有了画面 那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影片 会介绍 这个 怎么样去写一个 这个AngularJS的部分 好 以上介绍 提供给各位参考 事先给大家看 我该在这边 找到这边 你会发现 我来做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